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拥有强大观众源的女星,赵丽颖可爱,养子古灵精怪,谭松韵超灵 观众源是一种悬而又悬的东西 不少明星应该都非常想要拥有不错的观众源 因为良好的观众源,就是良好收视率的基础 但是实际上,不少人气超高的演员虽然有很高的流量 但是观众源却不行,不过也有不少明星观众源非常好 让观众们一看就很喜欢 赵丽颖就是一位观众源很不错的明星 她本人的长相就有非常大的优势 圆圆的小脸,圆圆的眼睛 在娱乐圈中并不多见的包子脸却十分讨喜 再加上演技还不错 演过花千古珊珊来了,多部热剧之后打开了知名度 在知否后再上一个台阶,也算是完成了婚前到婚后的转型 杨子的观众源也是相当高的 毕竟是从家有儿女中的小雪,就家喻户晓的小童星 从小就在观众们眼中成长的杨子长大后 也并没有让观众们失望 虽然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低谷期 但是在她的坚持和努力下,终于用欢乐送香蜜亲爱的热爱的证明了自己 再加上本人调皮欢脱的性格,的确是有着强大的路人盘 谭松韵也是一位非常受观众们喜爱的明星 同样是有着一张娃娃脸的谭松韵 显得十分少女,就算是现在看上去依旧像是一个十几岁的青葱少女 满脸的胶原蛋白和一双清澈的大眼睛可爱又真诚 再加上低调的性格和不错的演技 同样也有很多观众喜爱 刘亦菲也是一位非常受观众喜爱的明星 少时就出道的刘亦菲以一部《仙剑奇侠传》红遍全国 从此刘亦菲超高的颜值和气质就应客在了观众们心中 这些年来刘亦菲低调又亲和,观众缘同样很不错 刘诗诗的气质相当出色,五官清秀干净 她的古装是非常经典的,平时的性格低调又温柔 虽然演技一直被诟病,但是本人确实大家都非常喜爱的女星 看了这么多观众缘超高的明星,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哪一位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